而選戰倒數六十一天 民進黨團指出國民黨立委 洪孟凱的父親洪喜耀 曾經擔任中共統戰組織 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 聯誼會重要職務 跟妻子郭素春以及兒子 洪孟凱的立委任期高度重疊 質疑洪孟凱是否認同 臺氣聯的統促宗旨 以及洪家在中國有無投資 擔任那麼重要的一個 民進黨現在手握國安法跟反滲透法 真的有任何犯罪請去法院提告 只敢開記者會更坐實了 這就是選舉操弄的抹紅伎倆 而民進黨立委莊瑞雄 則批評二零二零年深圳臺氣聯 就提供美人大約新臺幣六千四百五千 五十元的機票錢 來供臺灣人回來投票 如今同樣的戲碼又出現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請在 請 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